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昨天美股行情頭出現了震盪 而且收入了一個小黑情況 台北股市的問題在於 外資宣指揮在匯出 而且匯出到似乎不手軟 現在在卸物部分 還是有些調節性的力道在擴大 那麼會不會讓台北股市的行情 增添變數呢 馬上為您邀請的是韋傑 韋傑你好 孫哥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是韋傑 今天的行情相當精彩 尤其在週末假期的話 這個進出的狀況 可能更加關鍵 對於台北股市而言的話 期待能不能持續反彈 上攻 甚至求的是一個520的行情 會不會擔心落空 先來看一下國際股市的變化 我們先來看一下 稻窮指數昨天的一個表現 我們說這個地方 有一個空放的缺口 在三個交易日當中要進行回補 那很明顯的 在收盤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能夠去封閉掉 這個缺口 所以其實從整個稻窮的 表現看起來是相對比較 比較弱一點點 那麼當然在5月4號的 這一根長紅K棒的這個 最低點的支撐 剛好就打在黏線的位置 所以如果一旦這個缺口是不補 我們也不排除說 稻窮很有可能會再一次的來 回測黏線的一個支撐 那麼其實這個回測黏線的 這個力道 我認為很有可能在短線上 會稍微加強一點點 畢竟它距離年限的位階是相對的比較近 而且我們從技術面的一個角度去做觀察 只要它是真正的一個支撐 通常都不會持續來測超過兩次以上的一個走法 所以其實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美股的一個走勢就非常的關鍵 那麼昨天晚上的這個美元指數 又再一次的往上去做創高的動作 而且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也來到了3.1個百分點 那麼當然就壓抑了整體 美國股市的一個表現 尤其是在NASDAQ 這個科技類股的表現上面 雖然說它是已經封閉掉了空方缺口 而線形也重新的回到了 多頭的一個架構當中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過高之後 還是一樣在關前做震盪 什麼樣的關卡呢 就是前一波的這個 3月19號的這個空方的這個缺口的部分 去進行一個震盪 那如果說能夠震盪之後能夠回補 那麼對於科技類股來說 就能夠稍微的比較直穩一些關鍵股 還是要看一下在科技類股當中的兩大全值股 Ateam 哪個Ateam呢 Apple跟Amazon 就這兩檔個股 如果在接下來的表現當中 能夠持續的往上過高創高 那麼對於科技類股的指紋來說 就是有穩定軍心的一個效果 那麼在其他的類股當中 我們要看的反而是在美國的 金融類股指數上面 我們要看一下視覺圖的部分 那視覺圖的部分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科技類股的板塊上面 蘋果板塊越大占全值越重 蘋果跟亞馬遜 大概就是在平盤附近做震盪 那麼Google跟微軟也是一樣 那麼臉書也是平盤做震盪 所以其實科技類股在昨天的美股當中的表現 大概都是維持在高檔的一個強勢震盪的一個格局當中 但是我們要留意一下 在這個金融的板塊這邊 就是在微軟下面的這個大區塊裡面 富國銀行中錯了將近快1.5個百分點 那麼JP Morgan也是往下做回檔修正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個區塊 就是說美國股市的結構似乎又開始出現了科技類股強勢 金融股走弱的一個發展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麼就像多頭馬車一樣 沒有辦法能夠持續的往同一個方向帶動前進的話 美股未來大概就是維持在高檔震盪的一個行情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過去這一個禮拜當中 當美國股市在反彈的時候 其實看多的人比例又增加了 那看空的人比例減少 那麼說這一張圖就是給大家參考 市場上投資人的情緒的調查表 當所有的人都比較偏樂觀的時候 在短線上你就要稍微反向思考 那在樂觀的時候你要稍微有點警覺心 那麼避免接下來美國股市會有個比較大的一個回調 我們剛剛說缺口不補很有可能就會再一次的來回測年限的一個發展 那麼當然對於資金的流動來說 美元指數的變動的確會影響到市場資金的一個配比 紅色框框的部分就是買進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這個禮拜當中 其實資金還是一直的湧入到股票市場當中 湧入最多的還是在S&P500的相關ETF當中 另外下面也是iShares的S&P500的指數的ETF 那麼另外在賣出的部分 綠色框框這個區塊 它是在賣出新興市場的ETF 跟賣出債券的一個狀況 另外黃金的相關的產品 也有出現資金流出的一個現象 所以現在在短線上資金的流向很明顯 還是會維持在股市當中 那麼配合上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所提到 資金的流向跟今年美股所要實施庫藏股的一個發展狀況 資金還是會選擇以股票為主 但是能不能夠往上去做攻堅的發展 我認為結構金融股的轉強還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美股沒有辦法轉強 當然相對的台北股市的表現 就很難會有波段的行情出現了 好 目前為止的話先定義叫做震盪的行期 來證明股的部分 能不能其他脫穎而出 或者是有些回測的空間 還要需要再觀察下去 好 回頭趕快來看一下這個新聞的重點 首先在國王大力光的部分 會不會真的話題為有 而且搶下了三星的訂單 這個邏輯之下的話 那麼大力光這單字全都吃了 那麼會不會吃下這個定心丸 第二個我們看到 國際油價狂飄社會股的話 真的是一路狂奔 的確積極力多的迴響 那麼油價竟不再飆高嗎 再來看到外資出走之下的話 新台幣挑戰三字頭 那麼持續在出走 我們現在擔心是 直接在台股線外部分的話 這個賣超持續會不會擴大呢 至於在鴻海董事長擴台名呢 他說宣示著鴻海進軍到半導體的身上 讓近期營運當中鴻海部分的話 看起來至少股價表現 呈現是一個壓力之下的話 會不會有些加成加分的效果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3008的大力光 最近的一個K線圖的表現 那當然從整個大力光的表現上面來說 反彈到了半年線之後 遇到一些前波的一些解套賣壓 開始有點轉弱 但是還好法人的籌碼還沒有撤走 所以它不過就是一個量縮的回檔整理 那回撤到的是這一根帶大量的 紅K棒的這個缺口的位置點 只要這個缺口能夠守住 剛好就是在月線的附近 只要這個月線的附近的支撐能夠守住 那麼對於大力光來說 短線上似乎還有高點可以期待 那麼再配合上這個搶下三星的單子的部分 未來大力光似乎在營運上面 是稍微有點直穩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們還是要稍微提醒大家 大力光就長期的發展來說 過度的偏重在手機市場 是它最大的一個致命商 也是法人為什麼這一波 會讓它腰斬最主要的原因 那麼如果說它接下來 從蘋果的手機要轉到 非平正義的手機當中 而且它的產量要擴大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力光現在是要用量來拼維持營收 跟獲利的一個表現 那麼以量自駕呢 可能就是未來大力光的一個邏輯了 那所以呢 現在大力光對未來的成長來說 其實它就是已經開始進入到了 無所不用其極 只要能夠維持營收維持獲利 我什麼都可以做 也就是說 過去蘋果相關產品 它的毛利率報價是比較好的過程當中 相對來說 非平陣營的這個毛利跟獲利 其實一定不會那麼好 那只能用量來取勝 所以未來大力光的表現 我們還是要持續觀察 在營收的表現上面 跟它的毛利率 會不會出現明顯的衰退 如果一旦毛利率衰退 那保證現在接的單子 都是比較便宜的單 對大力光未來的獲利表現 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其實大力光的表現 後續我們可以發展 可以留意一下它的一個營收的狀況 另外在油價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布蘭特原油 已經來到了這個八字頭 那我們過去已經講到 油價上看八字頭 已經不是新聞了 因為現在連這個阿拉伯 其實都已經喊到目標價 心理的目標價在100 所以其實在整個油價 往上狂奔的過程當中 當然相對來說 這個瘦化類股在國內的部分 就會是一個比較受惠的一個區塊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一些相關的個股上面 過去這一段時間的一個漲幅 尤其在昨天都非常的明顯 昨天的大盤是下跌 但是這一些類股 卻都維持在平盤之上 相對表現來了比大盤強勢 所以其實在油價走高的過程當中 除了瘦化類股是可以觀察之外 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 美元指數跟油價之間的一個 敲敲板的效應 那美元指數一旦太強 對於新台幣來說 就會是一個屬於貶值的一個發展 一旦新台幣繼續往三字頭的關卡 去做貶值 那麼對於外資來說 就會有調節台股的壓力 所以其實在美元指數的走強過程當中 油價目前大概就在高檔去進行震盪 維持在相對強勢的格局 未來的通膨很有可能 也會是因為油價的上漲 而帶來一些壓力的隱憂 另外在鴻海集團的部分 終於這個郭台銘終於在這個一些公開場合露臉了 那麼我想其實未來鴻海集團的營運的重心 就會放在相關的子公司身上 不會再是以鴻海為中心 所以其實這一次他宣示要進軍半導體也不意外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他在東資的這個入股的 購買東資的這個半導體部門的過程當中 其實早就已經顯示出要進軍半導體的一個決心 這一次其實他宣布這樣的消息也不算意外 更何況其實鴻海集團下面有相關很多半導體的子公司 包含像是天玉 迅芯 KY 金鼎 甚至在這個鴻金的部分 其實都早就已經在半導體的部門去先做卡位 尤其是在上游 中上游 包含像是封測或者是晶片的一些IC設計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未來鴻海在半導體的一個著力是非常大的 好 我也特別追問一下 事實上在鴻海切入半導體的話其實不意外 但是重要的是說 在包含大陸方面紅色供應鏈產能開出之下的話 這真的就是一個加成加分的效果嗎 我想其實後續的效果嘛 要持續再看 因為就目前看起來 這個郭董事長他所需要的這些半導體的供應鏈的奧元 其實是要供應他的相關的集團去做使用 所以如果說當集團的這些訂單的接單量能夠夠大 當然可以撐得起來 如果未來接的訂單量是比較不大的 那當然對於這些半導體的產業鏈來說 就一定會有一些壓抑的效果 所以後續的整個半導體的建制的狀況 我們還要持續去做發展 大概在未來的兩三年當中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一個規模 可以持續留意的 好 回頭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看到這幾個題材的部分 我們特別掌握一下題材 首先第一個 線上游戲 因為長假消息在即的話 單日漲幅已經創造新高 投資朋友還可以繼續再買嗎 就像我們近期在定齡的 包含在MLCC的部分的話 有一些短線強勢的股票 到底買盤新高之後還能夠繼續前進嗎 第二個 看到電動車 這個供應鏈裡頭 三檔外資圈的關愛 Tesla從過去利空到現在 似乎能不能出現轉機 第三個 所謂剩下的電力概念股 又是一個焦頭亮點 從過去飆漲到低迷 到整個回測之後 現在買盤又成為亮點了嗎 屢支 電潔 電容這一塊的話 這個漲價空間 智寶等等廠商 又是一個獲利往前衝 當然